乐圈拿爱豆都情商过高地油腻 你会觉得王一博真诚倒霉动脑 当流量突如其来 依然听不到他勉强说一句漂亮的话 这是因为王一博十几岁就走过了起高楼 验宾客 楼踏了 人走茶凉的路途 所以他有一套自己设定的自我评价系统 不需要谁的肯定 对黑色的恶意颇丧更是不肯 这是典型的成功性人格 自动屏蔽无谓的干扰 如今更是将关注度自降到最低 黑潮 世俗的眼光 低质量的搜手 都保持无感 常年无异于伪装和敷衍 王一博保留着最赤字的好奇和热忱 这些最终的指向都是自我的提升 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24岁的王一博 人间清醒 从去年跨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沉浸剧组 专心拍戏 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与质疑 坚持做自己 没有作品 骂你的声音更变本加厉 王一博深谙这个道理 用作品说话 永远知道怎样做自己 什么是自己要做的 什么是自己不想做的 王一博的底色是强劲的 清醒 努力 自持 王一博说过 目前为止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 因为不喜欢的都拒绝了 专注自己世界且努力拼搏 做就做到最好 这样的王一博 活该他成功 活该他大了